今天呢是孩子们学校的一个阅读活动日 然后呢今天大家都要穿成书里的这个人物的服装去学校 我们小朋友今天穿好来给你们看一下 昨天是英国的世界读书日 然后我们学校呢是英制的 所以呢这一周啊就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英国最大的儿童阅读慈善基金 Book Trust组织呢专家对过去100年的图书进行了一次评比 最终呢集成了100本最佳童书 能够上榜的呢一般都是比较精华的比较好的童书了 所以呢我也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先讲0至5岁的吧 这一本你看应该看就是带帽子的猫苏思博士的这个呢我之前推荐过的这个是一整套的 库里的蚊子呢很压育又有趣的插图所以很适合小朋友来读一读 下面呢来看一下6到8岁的 这一套是这一套Hory Terry就是淘气包亨利的这个系列 小主人公很调皮就是一个捣蛋鬼 然后呢小朋友们读起来会觉得很生动很有趣 这一套呢是淘气小女巫的故事 这是在哈利波特之前就有了的故事 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我们也看过觉得很有意思 这一本的BFG就是圆梦巨人友好的大巨人的故事 这一套呢是Fly Stanley就是纸片男孩史丹利 这是一个很富有创造力的故事 然后又很幽默 这一套呢是这一套小屁孩日记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这套树呢简直太受欢迎了 我们家小朋友也是反复反复的读书 也都翻得很旧了 这本呢是Mateuda 讲的是这个天才小女孩的故事 这一本 这一本 哈利波特与魔法师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我小时候也是很喜欢的 现在呢是12岁以上的书单 其实12岁以上的这份书单呢 不仅里面包括了一些奇幻啊 奇趣的内容 还有一些包括比较深刻的内容的讨论 就比方说 歧视 死亡 爱情 性 毒品等等 这一类比较深刻的内容 其实呢是 不管是作者还是评选方的都认为 应该直面青少年现在面对的这些成长问题 我个人也认为这一些讨论呢 是合理并且有益的 但是呢这一类问题是 咱们国内青少年的出版物里面 比较不避讳的话题 所以呢我建议家长可以自己先读一读 然后跟孩子来聊一聊 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要读这本书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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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